市長 針對您在波士頓的影響 您聽到說允許同婚大遊行 在網路上引起一片罵聲 要不要解釋一下 沒有啦 我那時候我的意思是指台北市民 並不是我個人 因為就是說我們雖然在公投你知道 那個大部分還是反對同志議題 但是那種十二萬多人的 十二萬五千人遊行 在台北還是給史慕斯的進行 所以講我是指台北市民 不過後來老實講 去年那個公投我還是很有意見 很多這種同志議題其實不用當去公投 因為那個 其實這樣啦 如果真的投出來五十一比四十九 難道那四十九人就全部聽五十一%人的意見嗎 所以民主政治 少數服從多數 可是後面還有一句話 多數尊重少數 所以很多這種價值啊 人權的問題 其實不應當拿去公投 我覺得這個還是 我對去年公投這個還是覺得有點乖乖 市長 您解釋過 但是綿活氣粵產主唱一樣 大致好像不領情 還在演唱會上 對你用髒話來表罵 你怎麼看 那沒辦法啊 這個第一點 人家罵你 第一點每天罵我們很多 第二點 別人要休養不好 你也想怎樣 除非你要去告他幹什麼 不然就算了啊 他認為說國民黨的這一些 要選的人都可以大方表態 但是你好像沒有大方表態 那他覺得你比國民黨這些人沒有尬詞這樣 還是這樣 這是他的批評 讓每一個人的批評 聽一聽就好了